一分钟思维,作家梁小生说,文化的四层含义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他人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他人着想的善良。 善良,就像是这人世间的一道光,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无论是历史中的哪个年代,它都,可以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安慰和温暖,希望和力量。 位置不同,别求理解,这是尊重他人。层次不同,别去解释,这是尊重自己。 人活于世,有一种顶级善良,叫,不理解你的行为,但尊重你的选择,不认同你的做法,但体谅你的无奈。 将心比心,是与人相处舒服的良方,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润滑剂。 无论山高水长,无论星海茫茫,心存善意之光,我们前行的路上,就会永远充满温暖,充满勇气和光亮。